第一类已经先 五题就讲完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把单数题试着做做看 单数题部分的话 我云端上也有放 所以你可以到云端上面 找到这个 单数题 不分双单的 101或者103 依此类推 其他题目的话 我想各位也可以试着做做看 当成各位的一个练习题 有时间就把它做一下 所以你会看到101跟102还蛮像的 它差别在哪里 其实就是这个都整数 那个都有小数点 位数的话它是说五栏 其实改一下而已 其他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你102会 101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差 其他我想就是这样子 有空的话试着把它做做看 单数题部分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把那个 选择叙述讲一下 所谓的选择叙述就是说 可能当它输入什么词的时候 那我要针对它输入的词去做判断 那不同的输入 我给不同的输出结果 让它知道说 它输入的东西是哪一种结果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以那个第二类的试题 202来看 这个倍数的判断 那倍数判断 第一个 那我们先不看这边 我们先看这边一下 如果它输入55的话 那要输出什么呢 55是5的倍数 Multiple of 5 就是说它是5的倍数 那如果是输入36 那就要输出36是3的倍数 那如果输入92的话 就要输入 它不是Not OK 不是3或5的倍数 如果输入15的话 它是5和3和5的倍数 所以基本上 它总共会有四种判断结果 一种是它是5、3 还有两个都是 还有两个都不是 所以基本上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圈圈是3 一个圈圈是5 这边有重叠的 还有外面的 外面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会有四种逻辑判断 那问题是我要怎么样 刚好知道说它是谁的倍数 所以55是5的倍数我怎么知道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 能不能整除 那整除的话就是除 加减乘除 可是如果除完之后余数为0 所以用person 为0 0 就是表准除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大概输入这个结果 各位来demo一下 所以这个是已经做完的 那里面的话你会把if 逻辑一个 逻辑两个 逻辑三个 最后else 有没有 然后我们来demo一下 假设我今天输入的是55好了 55的话 那它会是55 enter 没有它输入这个 然后再执行一次 如果是输入36 它输出这个 如果是15 15的话就两个 and 就是multiple 它是这两个的倍数 然后再来是92 92好像两个都不行 这not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起一个什么 第一个一样 让它输入 那输入之后的话 接下来可能这些叙述 假设我先把它delete掉 它input的进来 那我做逻辑判断的话 第一个吧 一定是打个if 这个跟你学过VBA的话 已经一模一样 那接下来的话能够 假设我们有四种判断 不过理论上哪一个优先呢 假设我们两个都整出 假设两个都整出的话呢 那就是把这个A的值 A假设它multiple 3 如果等于 等于 记得要两个等号 等于等于0 and and什么呢 而且 在 A 3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这个一样 把这边改成5 有没有 它如果 假设第二个 那后面的话 如果VBA是一个Zen 这边的话是一个冒号 OK 然后Enter之后的话呢 记得哦 不过在Eclipse它版贴心的 它会自动帮你缩排 可是如果你用别的编辑器不会啊 你记得这个 Tab这个键一定是必要的 如果你没有按Tab键 这个程式会是 会有bug 因为呢 缩排是程式的一部分 那然后呢做什么呢 还帮我输出什么 它是两个 所以你就把这一串 有没有 基本上 包含 这一串呢 假设你要 你就是在考试的时候 它会有给你一个纸本 那你就把这个怎么样 复制到这边 那print它 在这边把它print print什么呢 刮糊 然后把这个A的值 要先输入嘛 逗点就可以了 逗点嘛 因为这边刚好会有个空白 或者你也可以用串接啊 前面我们有讲过用串 可是串接会有转型的问题 比如说你两个一定要都转 转成字串 相对起来 相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逗点 那你就把什么了 双引号 那把那个 刚刚的这一串字呢 把它输出 输出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这边多一个 OK 那输出之后的话呢 那它就会是把那个什么 输入那个值 那就输出了 但目前的话 能够被整除 我们大概先从一重逻辑开始 这个叫一重逻辑 如果写一层而已 那我们来输入看看 假设我今天 如果我输入了值 不用输入一个什么 假设是55好了 55只会跑这边 不会跑这边 逻辑 这个end 是两边都要为true 它才会执行 所以如果55只有这边 它会怎么样 Enter 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它就直接跳过了 跳过就不执行 除非怎么样你执行 假设我输入15看看 Enter 能不能print出来呢 输出了 表示怎么样 15这个值 它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但是我们后面还有 还没接触 假设我还有其他的逻辑 其他的逻辑 剩下的逻辑 那怎么叙述 所以请各位先执行这一段看看 待会我们再把其他的部分 再逐步的写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就是用一幅 那跟那个假设 以后你们写VBA的话 那哪边有差 第一个我讲过 这个person要改成MOD MOD 第二的话等号 在那个VBA是一个等号 在这边要两个等号 OK 差一点 所以有的时候写VBA 写奇怪奇怪 怎么错 因为少了一个等号 OK VBA是一个等号 在这里是两个等号 OK 它要两边都比较 甚至JavaScript很妙 它还有三个等号 它要比三个东西 OK 不过这个你大概知道规则就好了 最后的话 这边是一样的 那 这个最后的冒号 就等于Zen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个程式 改写到VBA 可不可以 就把那个规则改一下 结果也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管它在哪边写 你这个要把它改过就OK 那规则改一下 马上就变成VBA的 所以很多题目 以前VBA写过了 把它搬到这边重写 可以 没有问题 只是你要了解两个语言 哪边差异 所以以前 我大部分 那个一样的范例 管它在哪边 改一改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 我学一个新的语言 找出什么 找出它跟我之前熟悉的那个语言 哪边不一样就好了 如果一样的话 就同样写同样的方法 就像双引号 为什么我喜欢双引号 因为我以前就这样用 我用双引号 我就知道是自串 不然的话 我要再把它改成单引号 我就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尽量如果以前一样的 就不用重学重写 那不一样的部分你把它抓出来 你就知道说这个语言有哪些不同点 另外的话 你为什么学这个语言 能够用在什么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工具 如果你根本都不知道说 学这个要干嘛的话 那可能你会学的漫无目标 你尽量去想一下 学完这之后你能干嘛 如果找到一个方向 你就一直练一练 像现在之前教过一个学生 他就网路爬虫很有兴趣 他每天都要练网路爬虫 反正网路上有什么东西 要把它爬下来 爬到data base 分析分析 爬一爬每天就练功 每天都看到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爬不下来的 他每天就爬 以后呢 这部分他变他的专业了 以后你要爬什么 爬不下来 你找他就对了 对不对 以后会不会有这种需求 一定会啊 对不对 像如果这样订票你订不到 为什么黄牛订得到 对不对 其实写的程式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啊 因为其实 程式本来就是要取代人工嘛 那你人工可以做的事情 程式都可以 那前提就是因为 那为什么你不会 因为你不会写 那如果你会的话 你就是 而且你可以开好几个嘛 你不一定可以 而且你甚至可以虚拟很多IP嘛 反正你要道高一尺啦 魔高一丈 你想得到他挡你的方法 你就可以把他跳过 他就挡不到你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可以思考一下啦 反正以后啊 只要现在人工非常贵 尽量就是不要用人去做 那如果你不要用人做的话 你就要把对应的程式写出来 好像无人驾驶车有沒有 里面假设它里面 也是一个电脑嘛 我讲过啦 其实它就类似智慧型手机的概念 只是放在汽车上 它其实就是一台会动的智慧型 应该叫智慧汽车 那里面一样可以可程式化 你要怎么去控制那些sensor 比如说不要让他自动驾驶 然后不会撞到人 然后你要监控 这里面当然你要写非常多逻辑判断 当前面车子距离多久多远的地方 你要能够杀停 那也有很多sensor 它会给你feedback 给你input 你要output 让他去做下一个动作 是要踩刹车 还是要加油门 对不对 因为现在所有的讯号 包含是那个油门跟刹车 都已经电子化 现在都没有线了 都是用那个电子讯号去传递 所以这些其实也让现在汽车 未来应该是可以无人驾驶 所以你说像货车公车 你像公车世界很辛苦 一天要开10个小时车 那他就是一直看着一直看着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自动驾驶 这城市已经都设计好了 那这样而且很稳定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少很多人 那货车也是一样 而且我觉得货车蛮恐怖的 每天看到很多那个机车 没有从他旁边就被头 就被脸爆了 我每次看到 而且不是只有一两个 每天都有 很奇怪 昨天好像才有个什么 国防大学的研究生 一个女研究生吧 都为了要超车嘛 从旁边 然后旁边的路刚好凸起来 他就撞到 然后飞起来之后 刚好他的头就朝那个轮胎这边嘛 然后刚好连 那个司机连到他都不知道 开了一段路才知道 原来 那如果说有那种机制 是不是可以浪一下 巴巴巴一直在闪 对就可以免除那种悲剧发生 好不过目前好像没有这些机制 不然这 尤其后车太恐怖了 你平常因为他死角太多了嘛 可是好像没有特别是要 一定要很多sensor 不然你开出去说真的 我在他身边我都觉得危险 所以骑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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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像日本已经连续七年能够负成长 就没有人了 那怎么办 你可能需要开发一些能够自动帮忙的一些机制 让那些可能需要人工的地方 能够不需要人工 这些东西其实就有必要 那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 逻辑判断在任何的机制里面都需要 有没有如果一个东西 你刚刚比如讲智慧价实好了 你一定也要逻辑 而且逻辑判断非常细 如果你判断的非常非常细的话 那就不会有万一了 不会有漏掉了 该停没停 对不对 该走不走 所以这些都要判断进来的话 那就万无一失了 所以如果第一个 假如他整除的话 两个都整除 那就是他是三汉五的那个倍数 那再来的话特别注意 第二个就是下一个 这个 这个是首先 第一个 其次的话记得 你就打一个EL 你会发现 EL他就缺LIF 其实我的习惯这样 如果你记不太起来 你就打EL 把这一段 有没有 复制到他这边 EL而已 其他都一样 如果能够被什么呢 被三整除的话 有没有 那他是什么呢 Multifor of 5 Multifor of 5 OK 那另外的话再来 下面这个怎么办 再复制他 有没有 然后就怎么办 把它贴到这边来 那这边的话就是5 反之的话 如果剩下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就是EL 就打一个EL SE 然后加一个冒号 EL OK 然后呢 就NUT 我记得好像这边 那当然尽量你就是 看一下那个 题目里面 NUT 所以尽量就是参考他这个 里面好像只有NUT 而且这个空白什么 字都不能漏 而且如果这边斗点 可能位置要注意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什么 PRINT NUT 所以在这个地方 再加一个NUT PRINT 这个 NUT NUT 加在这里吧 确定一下 因为这个考试 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像这种插一个字的 插两个字的 就结果不对了 好 那做完之后 应该没问题吧 这边要改 这边要改 对对对 所以复制贴上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你太不小心了 像我自己都会 所以有的时候回头要看一下 如果其他应该没有了 就会让你 这个偶尔 上过去 NUT NUT 对对对 这个偶尔 OK 那你会发现 大家眼睛多一点 看得比较细 但你考试的时候 只有你一个 你自己的眼睛 所以你很多时候会疏漏 那 那个错 那就是拿不到分数的地方 所以刚刚可能这几个地方 都是有可能让你 你没办法拿到十分的点 你要注意一下 那程式逻辑应该没问题 反正你就熟悉 基本上我是 就是ELIF就是把ELS 有没有 这上面的东西拿下来 然后改一下 这个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就下面跟上面一样 所以把它复制下来改 但是记得要把这个改掉 这个改 记得改这边也要改这边 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 就是这个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第三种 如果还有第四种的话 你再把ELIF ELIF ELIF就对了 所以投IF 只会有一个 那其他的就是都这样子 ELIF 可以一直串串串串串 剩下除此之外的话 除此之外 剩下你也找不到了 那他就会跑ELS OK 所以那个逻辑架构 应该可以理解 那这种架构的话 不只是在Python 其他地方也都一样 OK 那像VBA里面的话 这个他就不叫 他叫EL 他其实就是ELIF 等于是说多一个SE 放的位置是一样的 写法也一模一样 在ELSE ELSE这边 在VBA里面没有个冒号 其他都一样 这个我想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自己也可以把VBA改写一下 所以你会Python 那我刚刚讲的东西 VBA你也会 那两边都可以很快做出来了 那最后就是Test一下 如果说你测试 假设 比如说按照那个题目里面要求的 你就逐一的去把它输入 所以刚刚已经输入几个 最后再Test一下 92看会不会跑 对没错 当那扯 刚刚记得改一个 55 没错 所以你如果说Test OK之后的话 那你就把结果输出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考试的题目里面 那他就A3 再就36 Enter 应该是15 15的话就两个都有 15 有没有 OK 那表示应该没问题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部分呢 稍微再练习过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来试一下 那完成的答案档 其实云端上也有啦 那个是我也是 我刚刚写的一样的东西 那写完之后 我就把它 我会把它贴到我的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那未来如果说你觉得 像我写的这种 写的这种方式 你不习惯 你可能也可以改 是也没有问题 就是说 哪个地方好像也没 你可以把那个就是 逗点 比如print中间加逗点 如果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在一个串接加号 但是缺点就是说 你前面可能要转向 可是你不转型的话 其实你也不用 如果你不转型 也没办法用mod person这边 person部分 一定要是一个数字 那边你要再转型来 转过去 转过来转过去 现在蛮麻烦的 干脆用逗点比较简单 试一下